今月小鲜肉又一次因为耍大牌登上热搜,近些年互联网造就了众多流量明星,凭借着高热度,人气高片酬就跟过了多年打拼的老体股。 不止如此,他们在高片酬的基础上,还有众多的奇葩要求,像很多剧片方都非常愤怒,在很早以前,明星耍大牌说的是很多明星不满意剧本要给自己家戏家正面形象,而如今的耍大牌就变成了,要带八个助理,一公里内要有五星酒店。 他这时间太长,需要缩短好去跑通告,流量明星一度成了扁一词,除了流量之外什么都不会,近日小鲜肉和老戏骨再度发生矛盾,老戏骨六小鲜从出席活动宣传孙悟空这个角色,在表演的过程中被工作人员叫停。 他们告诉六小鲜同,陆寒要用这个场地开发布会,请他离开这里去另一个场地,六小鲜同没有生气,听从工作人员的指挥,转移到另一个小厅进行表演。 但是由于种场叫停,很多观众就此离开,六十高龄的六小鲜同,因场地和陆寒产生冲突被驱逐,更换场地后不足时人观看,但六小鲜同还保持着演员的羞扰,即便有一个观众也坚持笔点玩。 这件事让很多网友非常烦怒,六小鲜同近些年后歪越来越差,被很多人指责只有孙悟空一个作品,一直消费戏游记,说各种大话。 但是在演技方面,六小鲜同是很多人非常敬重的,即便是只有一个全色孙悟空,他创造出两屠,法超越的经典,但是在小鲜肉的面前,却没有赢得的尊重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